Ryo聊世紀 天天有個心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波斯人對上孟佳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那先來看一下藍方是選擇了波斯人 波斯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城鎮中心的村民的運作效率是非常快速的 波斯人除此之外他是同時有 重裝駱駝跟遊俠的文明 他比較適合打這個步棋作戰 吉兵加上遊俠還有駱駝 後期也可以打無限攻兵戰士 只要點一下銀罐波斯攻兵 就可以讓攻兵不需要防金就可以製造了 但是他的攻兵沒有三級色 用起來會稍微弱一點 而且也沒有槍弩 但拿來當垃圾兵來用的話還是蠻好用的 波斯人後期還有這個戰象可以用 但不太常見 因為很容易被招翔或是被克制住 那接下來看一下紅色 紅色最大的特色是他的 僧侶一開始有天生雙防三防的效果 那孟加阿倫後期主要是打這個相攻 還有自己的戰車單位 工程戰相當也是非常適合 僧侶戰也是很適合他的 但是孟加阿倫他用起來比較痛苦的是 他沒有騎士的關係 所以需要用到機動部隊的話還是需要用這個肉馬 但肉馬也只有輕騎兵可以做使用 那孟加阿倫的話他每升一個時代也會增加兩個村民 所以在村民領先上他有一定的優勢在 好接下來我們稍微加速一下 那目前看到兩邊的玩家 都比較熟悉的是我們這位天空熊 那最近天空熊很常出現在我們頻道上 這主要原因是因為天空熊已經打上了世界前100場 所以就很容易出現在這個天梯高分場裡面 所以最近就會比較慘看到他 那天空熊他最近也是很努力在爬分 也打敗了很多知名高手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一場 天空熊會怎麼去用孟加拉打波斯人吧 那目前看到黃金是在上方或是在後面 那他的附近是在前方跟右邊 左邊才對不是右邊 所以位置來說附近會比較痛苦一點 因為沒有比較靠近後方的位置 如果是在這個石頭的位置的話就很不錯 好但沒有關係 這邊是孟加拉人 經濟來說不會太差 那後方還有眼睛還算可以 那總體來說至少大概有60分吧 雖然金在前面蠻痛苦的 但這兩片木區都是非常的厚的 那要圍的話小圍也沒什麼問題 這邊圍一下圍一下 然後這裡圍過來 超圍圍死 那看到波斯人這邊 波斯人的黃金在左邊 果汁在前方 石頭在右邊 那附近在後方 有一個在前方 這裡跟天空熊差不多 兩邊都差不多有剛好合格 然後一樣都是可以小微 沒有問題 這邊小微小微 圍過來就好 那兩邊準備升到封建十代 天空熊這邊是打一個棒棒的開局 那可能是兩棒棒騷擾 不升裝甲的一個流程 那大家有發現這個棒棒 這個模組變成 世紀帝國一代的模組了 所以看起來會不太一樣 那一升到封建十代的 孟佳人是直接變成21P 領先兩人口的優勢 這邊點下了一個射箭場 好 開始把弓兵開局 敲的是房子 後面有看到兩隻刺頭 看來要直接硬打囉 剩下一隻冥兵 完蛋 這隻冥兵被鏽光了 好 目前看到天空熊這邊轉出了毛病 還有一些槍柄 戳到了一下肉 還不錯 但是繼續往前 好 家裡放一隻槍兵繼續防守 右邊快要圍好 有沒有 這張剃圖其實蠻好的 哇 結果波斯頓這邊圍一個超大的 他也不是圍城中心這樣子小圍而已 哇 他圍一個超巨大的路線 好 這邊有一隻槍兵到右邊這邊防守 希望可以讓存命龍有機會把家裡給圍起來 槍兵繼續過來 把這個肉馬給逼走 好 正面的毛兵稍微燒留下果子村民 兩邊前期看起來沒有要暴打一波 波斯這邊則是唯一一個超級大的正面 好 兵開始往右走 這邊村民好像沒有空好 怎麼突然往外面走出去 好 那目前配置的話 一樣兩邊都是石木開 石木灑農田會比較快一點 好 準備兩邊都要來點城堡時代 波斯這邊已經開始挖金了 肉量來說還有點不太重 由於這邊都是槍兵跟毛兵 波斯完全不太想理 那這邊毛兵的重點就是去攻擊 在採資源的村民 打下打一下 就會讓村民採資源稍微慢了一點點 但效果並不明顯 波斯這邊點下了城堡時代 待會以上城堡可以打個 騎士開局 或者是打一個工兵開 都是可以接受的 那大家一定會覺得 波斯這個文明都有免費工兵了 神堡時代出工兵是不是很爛 騎士還好 就是你該出工兵的時候就該出工兵 就跟完波蘭一樣 貴族特權點下錢 你也是可以出騎士去攻擊敵人 面部一定要點下這種減免費用的時候才去出 這樣是會有危險 該出的時候還是要出 波斯這邊是決定了轉騎士開 騎士開還是比較威懾力一點 畢竟自己是遊俠國 但是天皇熊這邊拉的槍兵有點多 正面圍住兩隻工兵騷擾 騎士數量稍微等一下 這邊先升個青騎兵 正面要上前硬打 直接先收掉了正面的槍兵 但槍兵威力太強了 直接戳掉了一隻騎士跟剩下的弱馬 但是還有一隻騎士截掉了後方的攻勢 這邊波斯直接3TC開始運轉 哇這個3TC效果很好 將近快要四個城市中心的效率了 那孟加拉這邊是決定要打一個相公 可以攻城戰項的一個往前推法 而且已經轉出了重裝長槍兵了 是單TC強軍式的打法 波斯3TC開打的話壓力就會很大 因為他並沒有這麼多的肉 還有這個資源可以去轉出 可以抵禦攻城戰項還有槍兵相公的路線 好這邊已經圍石 天空熊這些防守做得還不錯 好兩隻大象會配一隻修道院的僧侶 那這也是孟加拉的裝甲戰項 配僧侶的打法非常強大 因為這個裝甲戰項呢 可以用你的僧侶去補血 而且僧侶也可以有效的 去招搶對方的騎士 波斯這邊的應對方是 是轉出了投石車 投石車打相公也是很OK的一個單位 波斯這裡會比較弱一點地方 是由於他沒有救贖思想的關係 抵抗身頭或是這種潛壓打法 會比較沒有 遭降之力 沒有辦法去遭降對方投石車 抵抗身頭就會比較困難一點 好這邊工程戰項並沒有直接往前頂 而是在後方 那天空熊這邊點出了救贖思想之後 開始產出了僧侶 神聖思想 提升一下僧侶的血量 有神聖思想之後 就可以扛一罰投石車的傷害 藉此增加招降投石車的成功率 好那在潛壓的途中 自己也開下了城鎮中心 波斯3TC繼續運轉 農田已經爆灑了一大堆 哇33片農田喔 好一出來勝率開始招降投石車 但有一隻新奇兵在這裡 能夠救到嗎 哇直接走到這個宅口 但差一刀 哇 居然解掉了 天空熊這邊有點小虧喔 波斯3TC運轉效率實在是太好了 75吋打56吋 村民差距快要將近有20吋了 但天空熊這邊也轉出3TC 準備要轉容了 因為這邊進攻的效率並不是很好 並沒有傷到波斯的經濟 所以這邊要慢慢轉容出來喔 邊進攻邊轉容 好這邊清奇兵過來 第一時間打的是後方的老頭 老頭第一時間倒地 這邊長槍兵沒有在工作 因為按成助手姿態喔 所以不會主動攻擊這邊的清奇兵 這邊再砸了一發 裝甲戰下並沒有拿下 有點可惜 但沒有關係 這邊裝甲戰下 就可以用自己的老頭去補血了 這一隻相公也是喔 扛了非常多的傷害喔 然後用自己的老頭去補血 壓力喔 一直都是在波斯這邊的 波斯這邊要擋得住的話 最好就是 待會3TC 繼續運轉之後呢 轉出大量清奇兵喔 或者是 攻兵路線喔 都是可以考慮的 但攻兵路線的話 可以遇到這個 清頭的關係喔 不太好打 所以的話 也可以打算用大量騎士喔 或者是 直接轉出長劍兵路線喔 但不太推薦 因為波斯沒有雙手劍兵 所以步兵器是 不會考慮的 這也是玩波斯喔 比較痛苦的一點 遇到生頭的話 會很難解 好 當然用大量騎士 去嘗試也可以的喔 但大量騎士 去打會不太好 因為這邊老頭數量很多 好 這邊解掉一台托子車 自己的托子車 全部都被招搶走 波斯這邊壓力非常巨大 天空熊這邊壓力給的很十足 OK 後面補下了一個城堡 想要來守住自己家中的所有農田喔 只要農田不被燒了 波斯就還有無限的可能性喔 右邊 黃金礦 海帶就去挖 黃金有點爆 快要1500黃金 這邊拉了非常多的村民來修 但有些在發呆 城堡快要蓋好 好 收村一下 射擊一下這邊老頭 老頭全部倒地了吧 剩下一隻 後面還有兩隻老頭走得出來 好 這邊有城堡之後 稍微可以抵擋住 正面的壓力 但左邊這個城堡中心 應該是守不住了 這邊四台托子車 打的傷害太高了 往後面補一個城堡中心喔 也是可以考慮的喔 但這邊都是有高地的關係喔 蓋不下去 所以要蓋的話 應該蓋這裡是最好的 剛好可以空一下附近的位置 左邊再補了一個城堡 想要石頭住主金 可以正常挖掘 然後這裡拉這麼多村民修理喔 是為了想要保住城堡中心喔 也是想要讓這些 頭死臭 不去其他地方騷擾 不然右邊的城堡中心 也是會陷入危險 這裡由於太多村民來修理 導致自己的木頭已經歸零了 波斯現在壓力非常大 頭死車總共有五台 這邊青騎兵再度往前 上前硬解頭車 解掉了一台 OK波斯這邊 打的壓力非常巨大 青騎兵解這個陣型 真的是不好解 好 青騎兵再一次上前 但是停在了面前不動 哇 哇 好 繼續往後走 但村民差距呢 目前還是領先二十寸喔 波斯還是有一定的優勢在 好 這邊射掉老頭 哇 又射掉了一隻 兩隻老頭繼續補個血 正面 再插了一個魔防 來補下城堡中心 不能放肉的問題 好 這時候點下了帝王時代 天火熊這波強要 還是做到了點事喔 但經濟上來說 並沒有領先 本來是稍微落後的 但沒有關係 天火熊這裡補下了四城鎮中心喔 如果點下帝王時代 升級好之後 會立刻補齊八個村民 因為每個城鎮中心 都會產生兩村喔 所以經濟來說會非常的好 那這個能力呢 在團戰來說 有一定的效果 你可以在團戰的時候 蓋下五十棟城鎮中心 一升到帝王時代 你就會多增加一百人口 甚至可以突破兩百人口的上限 這也是 孟加拉團戰的一個小佩服 純龍路線 但是不太推薦喔 因為純龍路線 有時候打不出東西來 有可能你給支援的時候 敵人都已經開始進攻了 敵人可能是 八百人口進攻 結果你們這邊進攻方 只有六百人口 但是支援無限 人口差距的軍事上 還是會打出差距來 所以孟加拉人這個能力喔 比較適合在封閉式地圖 去做使用喔 來看到這邊 肉馬直接跑到了後方 看天空熊這邊 已經轉出相公路線 那孟加拉為什麼相公路線很強大 最主要是因為 他的大象有抗招響能力 而且也有對於 額外傷害的傷害減免 例如槍兵啊 毛兵喔 打這個大象 都會傷害更少一些些 而且大象在點下派克技之後 還可以增加攻擊速度 所以孟加拉人的大象路線 是非常強大的 不管是要打相公 或是大象 都是很厲害的一個文明喔 這邊波斯直接轉出了大洛馬 也沒有轉騎士 補下的話 學手推車 還有爭兵技術 看來要來轉一些弓箭手了 弓箭手的話 這邊要點下波斯弓兵之後 再去產出會比較好 這邊先轉的是火槍 而不是弓兵 火槍打相公來說的話 相公是有優勢的 因為體質優勢 火槍變的血量的話 是很少的 只有40D血 而且基本上沒什麼防護力 相公射的話 很痛了 這邊大洛馬 直接開始燒囉 天空熊家裡後方 到處都有這個青騎兵 跑來跑去的 熊熊 待會要遇到的事情 是大洛馬 配上火槍 但這個隊型來說 還算好幾了 你看這邊火槍被射了幾下 就死去了 其實火槍打相公 沒什麼優勢了 而且後面聖女一直在補血喔 又把相公的血量給拉了回來 好 待會要補下安險戰術 還有化學 待會還要補下這個 精銳相公升級喔 所以天空熊需要的經濟 還是非常龐大的 這裡被騷擾到 其實有點小小受傷喔 抽到了一點經濟 那波勢這邊呢 則是還是村民領先20村喔 正面的大洛馬 繼續往前騷擾 這邊槍兵沒有做到任何事情 天空熊這邊 控兵失誤 損失掉自己全部前面的投石車 後面的老頭可能也沒機會控好 這邊相公做到了 事情並不多 因為這邊匈牙利清洗兵的防護力 已經有二防了 哇 前面的部隊 直接損失掉了 只做了頭車 只剩下大象跟長槍兵喔 看他不要直接走進去了 燒搖到後方農田 會更實際一點 好 天空熊有點被打到 家裡被燒搖得有點煩 好 波勢再慢慢轉出了重裝騎士的升級 正面高地補下了一個城堡 哇這個城堡不錯喔 還可以守到這個精英的木頭 還可以控制這些的建築物 十足不錯 好 家裡的大象問題要怎麼解呢 現在騎士有三防了 遠防高達六 大象打下只有四滴血而已 所以可以考慮用這個大落馬 或者是用騎士上面硬打 但是相公的傷害力還是蠻高的 所以這邊可能數量還需要更多一點 會比較好 好 目前看到天空熊打的是 繼續相公路線 工兵鎧甲也依序補上了 後面大落馬 持續在騷擾天空熊家裡後方的經濟 這邊石頭還被圍起來 真的是到處開稿 但天空熊正面還是有一堆大象 跟槍兵在做騷擾當中 所以實際上來說 也不是單方面被騷擾而已 上方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波斯點下來三級伐木 還有三級弓 二級蛙精 經濟要來補充到最好 這也是波斯很農的文明原因 成的東西效率很好之外 三農三木都有 所以讓他到了帝王世代後期 經濟也不會太輸給對手 所以波斯也是我蠻推薦 新手去練三TC開農的一個文明 基本上你波斯三TC 能運轉起來的話 其他文明的話也沒問題 所以當做練基本功 很好的一個文明 我當初玩波斯也是玩了半年左右 才把這個三TC運轉 練得比較順暢一點 基本上你三TC運轉順暢之後 你要玩什麼文明 基本上你要爆兵 都可以爆得出來 這個算是最基本的要練的東西 如果要爬天梯的話 當然你是娛樂玩家 這些東西你就可以無視了 反正開心最重要了 好 那目前看到孟家人 點下了增兵技術 要來增加一下自己的報兵效率了 但這邊也點下了 精銳相公升級 投資了非常多的經濟 在相公路線當中 波斯這邊則是點下了相夫 難道是要出 相公寶寶嗎 點下金冠 這一場有得看了 波斯居然 轉出相夫科技 這個科技 只有打大象的時候才有可能 但是遇到生旅國打大象 不確定耶 是不是件好事了 沒關係我們就來看一下 要怎麼對付生旅國又出大象 好 這邊大象已經開始在產出了 哇 戰象 15加4 遠防6 血量470滴血 非常坦喔 每次看到這個戰象 都會形成說這個是 中世紀坦克車 A過去就完事了 但是這個造價非常昂貴的 雖然波斯戰象的價格 比以前來說有下修一點點 算是比較便宜了 但還是非常昂貴的一個吃肉單位 所以波斯蘭這邊肉量 可能要來到80片田 才能支撐這個戰象的 續產量 要轉其他兵種的一些能力 例如轉一些戰毛兵 或者是轉一些工兵 可能肉類支援量更多一點會比較好 好 騎士大象往右邊走 應該是有看到這邊有大量相公走得過來 目前波斯走大洛馬配上戰象的部分 會讓天龍熊不太敢出生旅 因為出生旅的話 很容易被大洛馬給抓掉 但是不出生旅的話 又會被戰象給直接硬頂 哇靠 等一下精銳戰象 精銳戰象實戰中登場 難得一陣啊 大概一千場裡面才會看到一兩場 有玩家會想要出波斯戰象 好 天龍熊這邊看到 精銳戰象已經走得過來 相公不敢停下來 因為停下來會頂翻喔 戰象的殺傷力非常強大 而且他的正面攻擊的範圍是範圍傷害的 好 你看這邊是範圍傷害 有這個践踏傷害的效果 直接開始頂到天龍熊的所有相公的血量 血量下降速度其實算是蠻快的喔 而且戰象的攻擊速度很快喔 你看這血量攻擊 哇 擴散傷害非常強 直接頂爆了天龍熊這一群的大象啊 雖然大象是在高地上 但戰象直接上前硬頂 包夾還是受到非常多傷害效果 守護了這些農民喔 哇 沒想到 精銳戰象在這邊打出了一片風采 但天龍熊這邊其實不出生理 只轉大量的槍兵喔 也可以擋住對方的精銳戰象 哇 精銳戰象一隻血量有620滴血 兩倍的相公血量 哇 這一坨就3000多滴 好 但還好槍兵打精銳戰象喔 還算是有傷害的 我記得錯一下是52滴血 是幾滴啊 看不到 大概是52左右吧 好 目前看到正面有三台具體頭吸 在攻擊後方波斯的城堡 這邊戰象果然被槍兵戳到還是頭破血的喔 只是後方有大量的火槍喔 在做輸出還有火炮 這個火炮突然被相公反擊要拉走 不然會損失殆盡喔 天龍熊這邊大象相公數量還是很多 十九隻相公繼續再出 好 那天龍熊接下來就只要出相公喔 配上槍兵應該問題不大 那這邊考驗的就是控兵喔 那孟加阿倫喔沒有火炮的關係 所以對於後方的火槍喔 要去還有火炮做反擊的話 可能要用自己的大肉碼 自己的肉碼或者是用自己的打量槍兵喔 直接淹過去喔 轉戰車的話感覺不是名字喔 雖然戰車的話可以當作騎士來用 但是由於正面有非常多的精銳戰象 所以如果轉戰車來說 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這邊戰車是完全打不以精銳戰象的 好 那果然天龍熊轉出了肉碼的升級 因為他意識到海燒轉點肉碼 說面抓些火炮或是火槍會比較好 好 這邊打肉碼又再次跑到了天龍熊的後方 這邊戰象算是極限扛住 好 這時候波斯轉出了波斯攻兵 其實波斯這邊有點在下水餃的感覺喔 經濟來說並沒有很好 好 這邊來說天龍熊還是拿到禮定的優勢 這時候天龍熊點下了2級攻 好 後方的大象繼續補下血 有些都殘血了 他媽要點個草藥治療 直接把大象放在城堡裡補會更快一點 好 那天龍熊這邊轉出了一些槍王兵到後方防守 但自己村民還是被打掉了一些 但問題不大 再補一下村民就OK了 好 這邊直接正面硬衝 相公堵住了正面 讓自己的巨型頭刺激有好的一個保護 好 波斯攻兵開始慢慢生產 因為再繼續出火槍的話 黃金消耗會太大 因為待會的黃金可能要拿去出大象 或是出這個遊俠 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這邊就直接轉出大量的攻兵 去擊破熊熊正面的大量槍兵 好 那相公的問題依舊沒有解決 有少量槍兵走到左邊 好 大象直接 往前衝 天火球開到有點害怕 直接收到了城堡裡 好 待會這邊可以再往後放出來 繼續射擊 當然戰象的數量有點龐大 相公射這些 精銳戰象有點 毫無招架之力啊 槍兵可能趕快繼續按 趕快抽掉這些大象 哇 正面扛不住啊 那其實波斯戰象 拆城堡速度是很快的 如果剛剛這坨戰象直接硬拆的話 是有機會拆掉的 但他沒有選擇直接正面硬拆 反正是用這些戰象去攻擊天火熊的相公 好 大象的威脅中部解掉 相寶寶的數量只剩下11隻 左方槍兵數量有點多 這邊要拉一坨波斯攻兵去解會比較好 反正這邊拉著大落馬 是到了右邊的地方 想要去騷擾或放村民 其實在騷擾一直有在做 好 波斯攻兵出來 上前就是應戰 但這個巨型投石機能夠守住嗎 喔唷 極限扛住 好 波斯這邊三級的攻兵台甲也已經升級好 奴兵可以大量生產沒有問題 好 這時候孟佳人點下了 印刷技術 還有神群思想跟啟示 那這些科技能讓招搶會變得更方便一點 招搶的CD減短 還有一大群生女招搶值 只需要一隻村民一隻生女休息就可以了 那待會來招這些大象就會很好用 但這邊即使點下了印刷技術 有十二射程的效果 但是由於波斯有出 波斯攻兵還有火炮的關係 所以待會招搶的時候 可能還是要稍微走位一下 會比較好 好 這邊天空熊槍兵直接到了後方農田騷擾 攻兵並沒有回救 而是正面繼續防守 槍兵正面往前衝的一個問題 好 波斯戰相再次把槍兵給逼退了 哇 天空熊後面輕騎兵做到非常多的事情 塗掉了波斯大量的村民 波斯這邊經濟有點崩 但是他的資源庫存還是有點多 基本上都還有一千資源 好 當然這邊大洛馬也是 塗到天空熊大量村民 這邊這一波正面城堡已經被拿下 三台巨型偷吃機加上大象往前頂 終於拿下了正面的城堡 槍兵再過來防一下 天空熊這邊村民數已經下降到了114村 波斯這邊村民要再繼續復根一下 這邊太多農田沒有村民再種了 這裡補一根城堡 左邊的城市中心也被騷擾到 正面的象寶寶已經損失殆盡 只剩下最後一隻還被招降掉 好 那波斯人現在要主動打 現在天空熊這個組合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大量的肉馬配上工兵 甚至轉出遊俠會更好 但目前轉大量工兵是 比較重要的一款 因為對方槍兵太多了 等對方槍兵變少 再去轉大量遊俠出來 也是可以考慮的 但現在尤其到了後期 黃金有點珍貴 至於要不要去升級遊俠 又有點看情況了 那如果能用這些垃圾兵消耗掉 天空熊的黃金部隊的話 就沒有考慮去轉遊俠了 或是繼續出大象也可以 但現在大象會遇到 現在天空熊出生女的關係了 所以不太好再去出大象了 可能轉一些大肉馬 先解決掉後方生女的問題 先轉出更多的工兵喔 比較重要 這邊工兵完全無視槍兵 槍兵被解的很快速 熊熊這一坨相攻 做到事情兵不多 但是這一坨已經擊殺到了85隻單位了 好 奴兵遇到對方相攻有點扛不太住 轉點載矛確實不錯 載矛配奴兵效果其實很好 正面這一坨大軍又再次擋了住 這個高地城堡守了很久 已經擊殺到了55隻單位了 天空熊可能要再更可能的 去攻擊側翼 後方這些經濟 才有可能再痛擊波斯 波斯這邊已經可以守住很久 反正是天空熊家裡 一直有這個大洛瑪在騷擾 結果天空熊自己也沒有太多的石頭 可以去補在家裡 做防守 所以一直要花一些精力去看後方 哪裡有被騷擾到 左邊這邊一大堆村民 直接被洛瑪抓了個正著 村民速度下降了非常快速 天空熊這邊資源已經快要見底 已經零黃金了 而且沒有任何一個生物 難道四生物都在波斯這嗎 三生物 還有一個生物沒有撿進去喔 在這裡 這裡也有生物沒有撿 這時候天空熊完全沒生物要去撿一下 沒有黃金的話 就代表沒有辦法製造工程器單位喔 沒有工程器的話就完全無法進攻 沒有辦法進攻的話天空熊算是慢性死亡喔 天空熊這邊要趕快去把黃金給生出來 但是現在家裡已經被燒到有點煩了 現在機動性不足的問題喔 要去想辦法解決一下 但現在要點個洛瑪三房喔 有點困難 這邊槍兵再次過來 天空熊正面已經推到了右邊這棟城堡 後面波斯四台巨型頭司機還在蓄勢待發 這邊免費無限工兵戰術打得很舒服 打這個相公威力就沒這麼好看喔 但還好中間有穿插一些戰馬喔 所以打出來的傷害還算能接受 這裡的相公血量有點殘喔 要不要拿一些老頭回來喔 稍微補一下血 他老頭只剩下兩隻了 正面慢慢用槍兵再度壓了回去 後方農田再繼續補下 好 巨型頭司機從左邊偷偷跑了過來 要來開拆 嚇人起來這邊直接拉村民來打架 這裡完全沒有單位在防守 波斯人這邊趕快把集結點示在左邊這個位置 天紅熊從右邊想要繼續騷擾 但這邊有大肉馬等著他 聰明上前就是對著這些巨頭暴打 但是後方的弓幣已經過來 哇聰明會十張慘重 但應該可以拆掉一個巨型頭司機應該沒有問題 哇果然拆掉了一個 但是自己損失的聰明大約20吋左右 這邊聰明還是受到了重傷 右邊這棟城堡也被拿下 天紅熊的領地安全地方越來越少了 只剩下右邊這棟城堡可以守住 波斯這個突襲左邊城堡的戰術 相當成功 可以成功讓天紅熊在左邊這個農田 沒有辦法好好建立起來 這邊待會會出現斷肉的問題 這邊待會會出現斷肉的問題 天紅熊的相公主力也快要被消滅殆盡了 馬來剛剛還有17隻喔 現在已經剩下15隻 數量還在繼續下探當中 看起來天紅熊兩兩了 波斯這邊還有2000多黃金 待會要轉火炮或是轉戰項都可以 但現在這個搭配喔 他只要出弓兵配上戰毛兵喔 還有肉馬 基本上垃圾兵就可以磨死對手了 黃金兵可以完全不出也無沒差 但這邊還是擠出了一些戰象喔 按了十隻戰象 將來正面給天紅熊最後的一擊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可以讓戰象寶寶出來 這邊有少量輕騎兵直接衝到了後方 天紅熊這一波做得很漂亮 確實果然還是要衝到最後方農田 才可以騷擾到一些東西 但正面戰象過來 天紅熊可能要轉一些老頭 過來擋一下 波斯裏補了一個工會制度 這邊相公雖然非常龐大 又補了一些相公進來 但也不多也只有11隻 來了第二波的戰象進攻 天紅熊這邊能夠再打出一些反制嗎 看起來不行 打出了GG 天紅熊遇到最後一波的大象11來完全扛不住 只能節節拜託 相公數讓你剩下11隻 雖然沒有到20隻 但11隻雖然可以稍微扛住 但沒有辦法扛太久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波斯人拿到所有的勝利 基本上沒有像是輸的 肉量則是贏了1萬80 1萬7 木頭則是少量贏了大概400左右 其他資源都差不多 天紅熊這邊黃金雖然挖了很多 但是沒有三生物的關係 所以黃金只有一點點而已 石頭部分則是波斯贏了非常多 那這一場很難得可以看到這個波斯戰象可以登場 那確實波斯戰象也做到了一些事情 但絕對不是能打贏這場的關鍵吧 我覺得 最主要是波斯這邊的經濟效益很好 轉出這個波斯攻兵 還有這個大肉馬 戰毛兵 做一個搭配組合 才有效可以抵抗這邊下攻攻勢 還有這邊槍兵 但波斯這邊轉出大象 確實也讓天紅熊一直出槍兵 去做前面防守 自己就可以很好的 出自己的戰毛兵跟弓兵 去做反刺對手 省下非常多的黃金 最後再給對手致命的一擊 這算是波斯這個打法很好的一個效果 但是也要撐過前期的這個生頭戰術 才能打出後血的經濟優勢來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